利息要变少了 近期呢 多家银行发公告 下调了通知存款跟协定存款的利息 同时呢 包括工农线等几大国有银行 还有一些中小银行 还暂停了智能通知存款的业务 那么这些什么通知存款 智能通知存款都是什么呢 首先通知存款就是字面意思 特点就是不约定存款的期限 你跟银行打招呼 我把钱存你那哦 银行说欢迎 但是你取钱的时候也要提前说好 哪一天取多少 到了约定的时间去银行取就可以了 一般呢 有提前一天通知 跟提前七天通知这两种 因为银行需要提前做准备 这样它资金的利用效率就会更高嘛 所以呢 这种存款的利息给的要比活期更高一点 而且呢 七天的高过一天的 当然了 这种业务也是有门槛的 一般个人是五万 单位是五十万 那么协定存款呢 它是只针对单位个人办不了 具体的操作呢 就是单位跟银行签一个协议 账户中至少要留一笔钱 比如说五十万吧 那这部分呢 按活期来计算利息 而超过五十万的部分利息 就按照协定或者是合同来计算了 也是比活期要高的 所以你会发现了 这两种存款方式都是利息比活期高 存取又会比定期更加灵活 那对于那些刚好有这种需求的人来说 不管你是单位还是个人啊 就会很有吸引力了嘛 但这次呢 银行是普遍性的下调了 这两类存款利息的封顶线 总之呢 储户拿到的利息肯定就会变少了 同样的利息 国有大行每十万块 每年大约少三百块 其他行呢 大约少个五百块 那前面还说到另一种 叫做智能通知存款又是什么呢 通知存款需要提前选一天 或者是七天来取 而智能通知存款就更加灵活了 你存钱的时候不用说选哪种 但你取钱的时候 说好一天后来取 那就按一天的算 说好七天后来取 那就按七天的算 然后呢 这个业务这次是直接就被下架了 那为啥现在要这么做呢 因为现在是存钱的多 贷款的少的呀 而且贷款利息还在不断的降 那银行就顶不住了嘛 就只好降成本 把这个存款利息给打下来 之前呢 只是降了定期和活期的利息 忽略了这两个品种 那这次算是都给补上了 那么这个事对大家有什么影响呢 肯定存款的收益就变少了嘛 但另一方面 存款利息降低了 等于面粉的价格下降了 那未来面包的价格 也就是贷款的利息 也就有了下降的空间 毕竟我们看到现在实体经济 正在艰难的恢复当中 需要各方面共同处理呀